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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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李宗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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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如何? 快要離開了 我當然會很開心 但其實拉尾的幾天都很辛苦 起初都覺得很快 但是拉近四五天反而覺得真的 你看到end of tunnel 但是那條 tunnel 真的很長 我想14天和21天真的差很遠 我們在 quarantine 的心情14天到21天真的在拖 嗯 容許我講一句 你知道我的立場就是支持香港要有自由 我很紀念有47位人士 黎智英 現在在detention center 以及有些人已經在赤柱裡 我講的是不知道多少天才開始 trial 審判 更加就是暗無天日 香港這個 quarantine 這21天相對來說是十十歲 因為他們是不知道會怎樣的 那個是很嚴重的 I remember them in my prayers 和實質地都會一路support 這些是和香港價值是很不同的東西 那說回來 你和我認識的是同屆的同學 是同一間學校 是不是 不過你留學那邊 我是留學那邊 其實遠遠是很多年了 但是這幾年是由於健康的領域 大家真的很活動 大家聊了很多時間 知道你又這幾個月去了歐洲 去了希臘裡住了 那第一個問題 我也想給你回應 就是你下飛機的時候 你是散了 而被一些疑似國安或公安去盤問 你覺得在未來政府可以有什麼改善? 即是你人都散了 被人敢盤? 我覺得政府是不會改善的 不過可能他們問的那些東西 或者他們選擇那些 candidates 那些人 我想他們應該選擇 選擇得streamline一些 因為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只不過可能穿著黑色褲 可能也走得快一點 還有他們問的問題 就是要Effective地問我 因為我跟你說過 問我那兩個朋友 那兩個公安 國安或公安 他們問的東西 我覺得完全是不關閉的 或者問不到什麼 你去那裡玩得很開心嗎? 去了那麼久 你去那裡玩得很開心嗎? 去了那麼久 你回答經濟行為嗎? 這些很沒意思的問題 狂烤執擊 是不是? 是 我也這樣說 就是你覺得不會改變的了 你作為一個香港永久居民 香港出生 而只不過是一個拿外國護照的香港人 那你是穿了黑衣 黑衣是不是stereotyped 你是身手敏捷 可能我只可以這麼想 是的 可能是的 我真的不明白他們怎樣選人 怎樣問問題 有什麼意思 那會不會令你覺得很失望 就是你是說 你是一個代表香港去compete的athlete 就是現在好像多了一個國安公署之後 就是你離開的時候 都還不是很active 就是當然已經是那個enactment已經有了 會不會覺得很失望 因為跟你以前認識 那幾十年的香港是變了? 是的 非常之覺得沒有用 就是多餘的 當然我相信政府可能覺得他們就是要 有很多隨便來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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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他們覺得有用 但是一個平常的traveler 你會覺得很… 就是這是… 亏來很… 亏來很傷害 那出境了 可能幾個月之後你要出境 又玩這樣的動作 現在有些人已經說不准出境 或者弄得很難 怕不怕? 我想都不怕的 可能也會有一點麻煩 好像這樣問一下你很多無厘頭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都出道境了 你只不過是一個正常香港的香港代表 其實我們香港人以前都是經常出出入入的 做事也好 放假也好 探親也好 希望所有發生對香港政治的一切都不會妨礙這些事情 因為香港人都繼續做事 都繼續放假 因為現在疫情已經阻礙了很多事情 還要加這麼多政治的元素下去 很難有一個平常的香港人的生活浪 是 完全明白 你是一個非接觸政治的香港人 雖然都會去遊行 好像大部分香港人一樣 是嗎? 我是一個很普通的香港人 我會做香港人做的事 是 正常香港人會做的事 回到第二個話題 也挺重要的 怎樣可以去戰勝孤獨 21日 我就不想去到哪裏都不想 香港也好 別的地方也好 我是很怕 我告訴你我的經驗 我以前去讀書 第一年中學 我就出去 外面住 不是住在Dorm 我在一些很冷的地方 富沙島都有 我記得有一年 曾經租過一個Basement 富沙島的地方 在加拿大中部 幾個星期之後要搬 那種Claustrophobic的感覺 和Basement更加冷幾度 搞不定 從此之後 我說這一輩子 我都不想在Below地底長期生活 但有些人在地底住 學生 學生要是最簡樸的生活 那時候在80年代 跟著都變回想 不知道第三樓還是什麼 你現在是多少樓啊 你是 我是20樓 但是我這間房子 都沒有什麼外景的 都很黑 即是 簡直是 parallel 是有一間很大的 office building 所以我知道天氣不是很好 但是 就算天氣好的時候 都是很少時間有陽光 不過我想大家 如果真的要 就算是十四天或者二十一天 要選擇清楚 即是你自己的酒店 即是要選擇 選擇一個 你配合自己的心情 即如果你是想有海景的 香港有好幾間都有海景的 因為香港有很多海景的 當然你是要一個景 你是要一個服務 你是要一個地方 即是夠空間來做事 還是怎樣 其實我一個人已經很容易了 即是有很多人是和小朋友一起回來 或者是一家四口 他們真的要選得適合 如果不是會有很多問題 因為有一件事件 就是有一個 minority family 四個人 他們分開兩間房間 即是兩大 兩小 也不是很小 是兩個teenager 有一個teenager 就由自己的房間 扔了糖 去另一間房間 給自己的 sibling 那個 sibling 就接不到 跑了出來去接 接著 立刻 Department of Health 就有人上來 鎖了兩個小孩 帶了他們去 帶了去 quarantine center 離開他們的父母 其實香港政府是執行得很嚴謹 我們 quarantine 的 rules 即是那個小孩 兩隻腳走出了房間 他就抓了兩個小孩 都抓了 去了 quarantine center 爸爸媽媽就留在酒店的 quarantine 所以 你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 mind set 你這一天 你預備了些什麼去做 你希望自己一天 或者都 achieve 到一些 short term goals 有些朋友也都很緊張他們的食 即是那三餐 有些酒店也都 有很好的食 食主 有些酒店就比較是 我看到那些相片都比較差 但是你也可以給 extra 錢去 order 你去看 那些腳會讓我來看 我們去看 雲